12月29号 记者从沈阳市急救中心了解到 为了应对疫情的新变化 沈阳市急救中心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 继续强化急救人员思想教育 坚决杜绝麻痹厌战的心理 全面压实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以来 我们的转整工作数量也是巨增 因为最多的一天能达到55人次 我们常态化的组以前是14入 完了调整到17入 那么确保我们在24小时保证适量车随时待命 此外 疫情转运车辆及物品做到专车专务专用 严禁与日常出诊车辆及物品混用 加强车辆环境清洁消毒管理 严格执行一车一换一消毒制度 在出诊过程中发现发热病人 第一时间上报120指挥中心 执行发热患者转运任务时 急救人员必须严格做好三级防护 我们制定了叫两问两册的工作制度 在接到接警的电话的时候 那么就要询问流行病血史和发热病人的病史 那么第二问就是我们医生在出诊的时候 还要追问详细的流行病血史和发热的情况 那么两册呢就在进入患者的现场 我们要给他进行电子测温 那么如果发现异常还要进行精准测温 我们也建立了上报的信息制度 那么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本台报道